《扶貧智庫》在2001年4月至7月 舉行了一系列有關貧窮問題的研討會 RTV就這個議題 製作了一共8集的專輯 並請來來自國界界別的嘉賓 就這個問題進行深入討論 有興趣的朋友請留意RTV的網上更新 歡迎大家回來看《政治發言人》 我又是你們的節目主持人胡柏倫 今天想跟大家說說政府的資源運用 很多人都知道 營運一間公司的成本都不小 又要買筆買拆紙膠 又要做印、做梨、做路 作為一個政府 都很正常就要用很多不同的資源 我們有時可能買一部釘書機 買一支筆、買一支筆、拆紙膠都要錢的 香港政府在這方面花多少錢 就沒什麼人知道 為什麼呢? 因為所有東西例如一個部門這樣計算 不會只是計算買文具用多少錢 買什麼用多少錢 永遠一個部門 我們這個部門今年例如人事上用多少錢 日常開支上用多少錢 非日常經常性開支用多少錢 但是原來有些很奇怪的一些政策是正在做的 首先就是大家可能平時用一支原子筆 沒有墨大家會怎樣做? 兩個途徑而已 要不就去買一支新的墨 買一支新的墨就換掉 第二個途徑就是連筆桶都不要 扔掉 據我所知 有些政府部門很奇怪 因為以前政府有一個指引 就是實質上有用的固定資產 例如梳化、桌子等等的東西 就要七年 最少用七年的東西 除非當然有一個很嚴重的損耗 例如整張梳化被人剖開了 那當然沒說可以用七年 但基本上實質上固定的資產 就需要用七年才可以棄置 要不然就要按比例計算分的價值 可能要賣出去等等 但是有些部門原來很奇怪 就將這些所謂的實質上的資產 就將它轉換成所有東西都是的 即是你一支筆 一支原筆你用到最尾的話 就要留在這裡留七年才可以棄置 或者你一支 我們平時用到沒有墨的原子筆 就有一支芯 已經沒有墨了 又要留七年 終於在2005年被一個政府部門踢爆 就不是浪費錢 這個不是審計署 其實有一個在政府司司長之下 有一個效率出進組 就發現 為什麼政府部門這麼多部門 喜歡儲物的呢 儲物了很多爛釘書機 儲物了很多爛的打洞機 儲物了很多爛的筆筒等等 爛間斜 為什麼呢 原來很多部門誤會了 很多部門誤會了 這些東西是需要留七年才可以棄置 所以很多人 很多部門就是這樣 所有東西留七年 總之留七年我們才開的 什麼都留下了做七年先 這樣 所以令到這個 我們所謂的資源運用那方面 是呀是很好啊 那些東西什麼都留七年 但實際上呢 他們留七年之外 儲存的位置呢 亦都浪費了 那 很多人會問 政府這麼大 我們平時買東西 我們可能一間小公司買東西 那你就員工買東西回公司 Claim錢咯 那政府又是不是這樣做的呢 例如一個公務員我們 為公司買 就是為了政府買一些東西 做一些東西 是不是可以就這樣Claim錢呢 原來在香港政府裏面 有一個很奇怪 真是非常之奇怪的一種申報模式 首先第一件事就是 所有的開支物品啊 好啊或者什麼呢 都要經政府物流服務處去訂購的 那例如可能我們筆一支筆啊 一個筆架啊 都要經政府物流服務處訂購回來的 那這個部門呢 每半個月呢 就會向政府物流服務處申報 我今個月要些什麼 要些什麼 要些什麼 然後呢 每一個部門 都需要有一個叫做 物流主任 那物流主任做什麼呢 我們經常以來講 聽人講物流 可能就是送貨仔 送信仔 原來物流主任呢 就不是這些送貨送信的 他就是負責管著 今個月要用幾多東西啊 幾多東西啊 那可能 同事要 問句就要問這位 物流主任去領取了 那很多時候我們聽到 有時候政府有些不要的東西 那 那 那怎麼處理的呢 例如我們可能買了一部 披露回來 那可能用了三個月不夠的時候 可能壞了 爛了 甚至那個model不適合 那怎麼辦呢 那原來呢 所有在政府買了的東西 未滿七年而棄置的話 記住我未滿七年而棄置的話 那當然不是那些用完的原子筆心啊 或者已經用到煤了的原筆啦 那當然一些有用的東西啦 就會交分去政府物流服務處那邊呢 進行拍賣的 那 那什麼拍賣呢 怎樣拍賣呢 大家可以上去這個政府物流服務處的網頁看一下 原來隔一個星期四呢 就會有很多東西拍賣的 那 那除了政府的一些用性的物品啦 例如可能我們 搞一些活動 那可能 買了五百張禮卷回來給參加者的 那可能得四百九十九人參加 那剩下一張禮卷呢 就不可以自己吃了去的 部門 那就要交去拍賣了 那 也都可能有時候有些用完 就是用完的 例如 我們現在經常講雷射印刷啦 雷射印刷啦 雷射印刷啦 雷射印刷可能用完有些叫碳粉盒的嘛 或者碳粉夾的嘛 那些東西呢 又要交去物流服務處那邊 因為那些所謂我們叫做有 有價值的東西呢 就要交去物流服務處那邊處理的 那 交去物流服務處之後呢 通常就會一個部門就是一張list啦 那例如 這兩個禮拜這個部門交來這麼多東西 那可能就會交來拍賣 那拍賣時間就是每星期四的早上 因為隔個星期四的早上呢 在柴灣這個政府物流服務中心呢 就會拍賣的啦 那 那 有些可能很便宜的 例如 有些 用到很舊很舊的爛的電子綁 就是醫院管理局那些 用那些爛的電子綁 可能十萬一個 但是還可以用的 只不過是可能 很髒啊 花曬啊 有裂痕啊 但是還可以用的 那或者是一些很漂亮很漂亮的東西 甚至是新的東西都有 例如什麼呢 可能超級市場禮券啊 或者是一些 就是買了回來 但是政府部門是沒有作用 或者用過 是不適合的東西啦 都會是拿出來拍賣 那可能 拍賣底價 由零元可能到原本價錢 甚至可能有些 是貴過買回來的價錢 都未頂的 那這個就是一些政府的資源運用 那 很多時候有人會問 聽聞那些公務員搭了車 車錢只可以claim八成而已 是不是呢 這樣 錯 基本上公務員搭車 是一元都沒有claim的 那 什麼才可以claim呢 第一 你有一架 在政府註冊了的車 或者 所入的有 才可以claim的 或者原來所有車 我們現在經常講的 那些 局長啊 副局長啊 或者那些 上秘書長呢 有一架AM 什麼 可能AM1 AM2的車 平日都用的嘛 不一定是上班日子用 放假都用 可能平日又開去 就好像特首那樣 特首在中環有個叫禮賓府 在粉嶺有個叫特首 行政長官別墅啦 那 去度假 就算和一班子女去玩呢 都一樣 有費就納稅人給錢 就是 你給錢 我消費 我換下 那這些呢 全部都是 可以claim錢 但是可能一些普通 基層公務員 我平日搭車上班啊 可能我老闆叫我去 另一個部門送信啊 那些呢 對不起啊 在政府現行的措施架 裡面呢 一元你都不用只要拿 因為呢 你不是車嘛 是不是 那可能有時候 我們會聽到 可能 你幫 即是一些 urgent 東西 要買了 例如 可能 一些文具是比較 urgent 需要的 可能我們去到活動場地 才發現沒有啊 那要買啊 那怎麼辦呢 原來呢 這些的洗費呢 可能有時候呢 需要付抄的人去負責 為什麼呢 首先第一 就是看有沒有人犯錯啦 因為正常程序 應該是跟這個 政府物流服務署訂購 然後拿的嘛 那如果有人犯錯的時候 當然那個人給啦 那如果不是呢 沒有得問分 政府物流服務署那邊拿分的 那要在自己部門那裏呢 自己去拿錢出來 去訂購分 就可能你每個月有1萬元 是非日常開支的 非經常開支的 那就要在那裏拿分 那如果一些 數字比較大的 政府基本上呢 就告訴你了 哦 沒得claim的 為什麼呢 當然這個是好 因為 立稅人的錢來的嘛 不可以說 亂用的嘛 那但是呢 就是不是一樣 都可以claim的 那例如可能有時候 我們聽過有三種公務員 一種叫基層低層公務員 中層公務員 和高層公務員 那原來三種 三種層次的公務員呢 搭的士呢 都有不同的claim法 原來高層公務員呢 只要你證明你的搭的士 是為了你的工作需要呢 可以100%claim完的 那如果中層公務員 證明你搭的士的工作需要呢 就只可以claim到75%而已 那如果你做基層公務員 即是我們政府經常叫低層 我不知道低層 好像說有人很low class 即是基層的公務員呢 搭的士 即使你有幾大的理由 幾大的工作需要呢 只可以claim分五成而已 那另外五成呢 可以問你的部門老闆拿的 那但是總之 政府的procedure就是 最多就是claim五成 所以呢 AO就經常可以搭的士的 EO呢 就盡可能都叫你不要搭的士 但是如果你做普通行政職系呢 就千萬不要搭的士了 因為呢 你根本呢 就拿不回政府給你的錢 那講到 即 錢啊 那可能有些物件啊 那我們 平時政府沒有印很多不同類型 單張啊 書籍啊 等等的一些東西呢 原來有很奇怪的啊 我們有政府有個很重要的政策呢 就是 所有公務上的印刷呢 也是需要經過物流服務處的印製的 那包括什麼呢 我們考試的評核局 我們平時見過的考試卷啊 可能一些諮詢文件啊 等等呢 我們會見到可能在本書的背脊寫著 政府物流服務處印製 這樣的字眼呢 實際上呢 就真的是政府物流服務處印的啊 為什麼呢 香港基本上整個政府 所有印刷品 如果是需要大量印製的話呢 都要交給政府物流服務處去印刷的 但是有時候可能會問 急用啦 那些怎麼辦呢 沒辦法的 都一定要這樣做 如果不是呢 你又要經分個程序就是 看看你有沒有人是有問題啦 如果是怎樣急發啦 那當然你說一張半張文件 就是你的經常性開支裡面 可能有些印刷費啦 但是如果不是的話呢 就是這樣啦 就是告訴你就是 總之沒有的啦 你看看有沒有人肯幫你付抄啦 那樣 有時候可能我們 就是作為香港政府 作為一個政府 很多時候我們平時市民 撿到的 在街上撿到 例如銀包啊 電話啊 那些呢 那如果撿了沒有人認 那又怎麼辦呢 那樣 那很多時候呢 有些電話銀包 如果撿了沒有人認 我們常常布室啦 那可能有人布室啦 有人撿到 好心拿去警署啦 那如果有配對的話呢 配對得到的話呢 配對得到的話呢 就會沒有問題啦 交分給密主啦 那如果配對不到 例如是電話 但又沒有人布室啊 那怎麼辦呢 那手提電話呢 就會放在這裏三個月 那如果沒有人認領的話呢 就會打電話去 十獲人那裏 那裏 那接著就會跟他說 我們政府經過股價之後呢 認為這件事值多少錢 那你有沒有興趣去領取了呢 那這樣 那如果沒有人 沒有人有興趣的 可能有些東西很便宜的 例如是一張 一張 廢紙 這些 那當然不會叫人拿分啦 那可能撿到一些東西 是一部 電話那樣 就會股分的 那如果沒有人認領的時候呢 又是交給政府物流服務署去處理啦 那政府物流服務署 又是會經過一個拍賣程序啦 可能是 將那麼多年收到的東西 喂 兩個星期收到的遺物 Sorry 不是遺物 那麼多個星期收到十獲的 遺物 即是遺下的物品啊 那就會經過又是拍賣措施啦 所以你會見到可能有時候 大家會見到我們住在公共屋邨的時候呢 就會有一些有人綁住單車 但是第二天被人剪走了那些呢 那如果你想拿分呢 就去政府物流署 認領分你的遺物啦 那為什麼呢 就給錢去認領啊 那所以呢 我們會見到呢 即在這裡跟大家講好了 就是說呢 一些單車店呢 即做單車的店鋪 為什麼經常都買到二手單車回來又這麼便宜呢 原來呢 就是 屋邨管理辦事處那些呢 最喜歡剪單車的那些人呢 剪完那些單車啦 那然後呢 就會跟 即 我不知道是不是啊 就會跟那些單車店講 我們今次呢 有四十二架舊單車喔 那你記得今個星期四呢 就去政府物流服務署那裏拍賣啦 那就是這樣啦 當然啦 即以前就是 拍賣就不會跟你預先講有些什麼 即有些什麼啦 那現在呢 就已經逐步 逐步改良了 那首先呢 就是政府呢 就會在一個禮拜之前呢 通知 就是所有人呢 其實就不是通知的 就是等上網告訴你聽呢 有三類物品 第一類呢 就是政府成餘物品 那第二類呢 就是充公物品 那什麼充公物品呢 可能有時候 我們平時海關呢 就是有些十窩的一些施煙 對不起 施煙就不會給你買的 就是可能 充公了一些的船啊 一些走私船啊 或者充公了一些走私車啊 不是 那車是走私 就是那車就不是走私來的 而是拿著的車的人去走私 那車都充公了的嘛 那就會拍賣啦 那這些類似的充公物品呢 就合法的 就會拍賣出來 那有些人呢 就經常都說 哎呀 有個好辦法啊 就是怎樣呢 就是等政府充公了些東西 然後呢 就是泰國呢 就是這樣的 泰國呢 充公了一些施煙呢 然後呢 只要你是經過這個拍賣途徑呢 買分的那些呢 那些就是合法煙的了 那可以賣出街的 那有人就會說 啊香港可不可以做呢 找個人 那些都搏坐牢的那些呢 找一大堆私煙下來 那去坐牢去沒有問題啦 那那些私煙集團呢 就去政府物流服務處那裡 便宜價買這堆私煙回來 哇 明明是私煙 又免稅啊 走私的嘛 當然免稅啦 就要便宜價買回來啊 然後合法賣出街啊 以前呢 就是早在回歸之前呢 就真的這樣的 所有充公回來的東西呢 因為你私煙 你煙呢 是合法在香港賣的嘛 那 那 只不過沒有給稅而已 那它賣出去便是合法的 那當然有些東西不合法啦 例如鱷魚皮啊 紅貓啊這些 去充公了就不會被你賣出街啦 那但是呢 如果有些充公了的煙呢 以前有些私煙集團呢 就是這樣呢 去買回一些 所謂的便宜價煙 便宜價買回來 然後呢 用元價賣出街呢 哇 那個暴利呢 是比起你正常的入煙呢 是多很多很多倍的 那當然現在這個政府就不會這樣做啦 所有走私物品都要充公了 然後銷毀啦 那但是可能有些 便宜價的 例如 有沒有見過有 我真的見過喔 有人拿著消防車出街 但是那不是消防員來的 那又怎樣呢 那又不是在政府物流署裡 買了一架已經舊的消防車 那當然啦 如果你真的消防車這樣的設備呢 政府就不會讓你開出街的 那些人就改裝囉 改裝 改了個款啊 可能 你當然要由消防員那幾個字 消防署那幾個字啦 然後改裝可能變了一些貨櫃車啊 這樣 喂 可以出街的喔 所以很多人 警車呢 我真的暫時就沒見過有人拿著一架 改裝的警車出街 但我真的見過有人拿著一架消防車出街呢 香港呢就會越來越多這樣 就是拿著一架 哇 這樣好型的 就是你會看到 哇 平時我都是買一架私家車回來 雖然舊車可能都是幾十萬 但是不同喔 有消防署這樣 用過那些器材 你遠看都不像 都不像一架退役消防車 其實真的幾好玩的 那 那 除了充公物品之外呢 還有棄置物品 那就是什麼 充公物品 成員物品 和棄置物品 那 那 成員物品就是剛剛講過 例如可能未用夠七年 但是要拿出去賣的東西 那 那 可能早幾天大家都看過新聞 大家記不記得有班立法會議員呢 那些 那些 辭職再補選入去的那些 那些 有舊電腦都不用 用新電腦啊 又或者可能是有些 訂購了幾萬個利是封那些 那些 幾百萬個利是封 不是幾萬個利是封 那些就不受管的 因為那些不是政府工物來的 那些呢 印了出來呢 就沒有說充公他 然後不可以賣出去的 那但是呢 那些 那些辭職再補選那些 還了些電腦給政府啊 還了給立法會啊 那些又買了那些新的電腦呢 所以呢 為什麼最近呢 立法會秘書處 就送了給政府 就說很多舊電腦可以拍賣 你們 大家可以最近去看一下 準備呢 又會有些舊電腦拿出來買的 可能是 可能你最愛的梁家傑用過 這樣 然後可能 哇 我是梁家傑粉絲來的 哇 他用過的電腦啊 就好像人家那些追星族那樣呢 哇 陳奕迅用過的枕頭啊 我要趕著去買啊 那些那些呢 那你就可以看一下 梁家傑用過的手提電腦 或者陳淑莊用過的iPad 那樣呢 不是PadPad iPad 那你就可以買回家 然後抱著他親他幾口 那樣 我不知道你接著會做什麼 那就是原來可以這樣 那當然啦 政府在這方面 拍賣和外賣買回來有什麼分別呢 原來政府拍賣的東西呢 管制上是少很多的 例如我們平時買一輛新車 甚至買一輛二手車 需要經過可能又要驗車啦 又要做一大輪的確認手續啦 那但是我們在買一些政府拍賣的車呢 是省卻了很多這方面的金錢 不用去用 那所以很多人就會說啊 其實就是 政府賣些垃圾出街 就是他們叫垃圾啦 很多人都會拿回來用 好像炭粉盒啊 很多環保公司現在就收碳粉盒呢 就是你有沒有聽過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 以前就是早排的 我們炒奶粉炒得很厲害的 那你在那些上水啊 屯門元朗的地方 就要有人回收奶粉罐的嘛 完好無缺的奶粉罐就免了一罐 做什麼呢 就拿上大陸入一些假奶粉 然後當是真奶粉的拿出去賣 那所以就經常叫人 刺穿了那些奶粉的故事去扔出去 那現在呢 就可能有一樣的 就是有些環保機構呢 就買了碳粉盒回來啦 然後就做代用咯 做完代用 然後就可以 啊 好像原裝正版一樣 賣分出去給你咯 那這個就 當然你說不關政府事啦 但是 是有這樣的 那除了在這方面之外 政府在資源運用那方面呢 實際上呢 就真的比起很多大公司 就是那個架構呢 是好好多的 很多時候例如我們講的 就是政府一些可能 傢俬啊 上面那些東西呢 可能大家平時 一間大公司 都會做的 就是可能為每件傢俬 就是有些編碼啊 這件第幾件買 什麼時候買啊 什麼什麼 那政府都一樣的 所有傢俬呢 還要比起可能 很多大公司都是更加 那管德進嚴就是什麼呢 所有傢俬都有編號的 然後呢 所有傢俬都會有出版 出版 即是出版 即是出產的日期啦 然後購買日期啦 然後每年要幫他計算號率啦 計算夠七年未啦 就是等等的東西 那個系統是好很多的 但是你會說 那麼好有什麼用呢 那些傢俬爛就換啦 不爛當然不換啦 但是呢 大家明白一個政府的心態就是 總之我用滿七年的東西就可以換啦 七年七年七年 那就記住了 總之七年 等夠七年 所有東西都是的 如果你壞了 你張桌子 你已經用夠六年零十個月 那就更加弄爛它啦 弄到它爛 因為七年就可以換東西的嘛 所以呢 就會做到一些東西就是 因為 即是經常有人說呢 政府東西 七年就換的啦 所以我們所有東西呢 只要用到差不多時間呢 你只要等它有機會換的話呢 就可以 一定有得換的啦 所以呢 那些人經常會說 做公務員呢 七年就會弄壞些東西的啦 因為為什麼呢 你不弄壞就沒得換的嘛 你當然要弄壞了 才有得換的 那可能一些櫃啊 裝修啊都是的 裝修都用七年的而已 那所以呢 有些部門呢 可能七年就會裝一次收啊 差不多七年啦 可能八年左右裝一次收啊 那跟著就會 換過了你就由七啊這樣咯 那這個就是 即是 是政府的一種管理模式 那但是你說是不是行之有效呢 那可能有些人會說 欸欸不對啦 那這樣就鼓勵些人去 弄壞東西咯 那可能有些人會說 欸我們大公司啊 三四年換一次東西的啦 七年換一次東西 很厲害 那但是 是好是不好的 即是大家會 即是大家會自己決定咯 那但是 總之一件事就是 大家記住 即是政府的東西呢 不要的話呢 就會拍賣的啦 那大家呢 真是很幸運 如果這樣呢 如果你最近呢 你最近 例如你屋邨附近 被人剪了很多單車呢 那你是想說 啊我想便宜價 買分給街坊的 好像跟他講 那我啊 幫你 在房屋處五元 熟分回來的而已 那你就去政府物流服務處買吧 買分個堆單車回去 然後你就問一下 啊這個單車是不是有人的 欸誰來應分呢 我就十元賣給你 包你有得賺 為什麼呢 因為呢 跟分政府物流服務處買出來的東西呢 真的會很便宜很便宜 可以可能一輛 平時開得出街的私家車呢 可能只需要五六千元 那你就已經可以有 那因為他的問題就是 他基本上是志在散貨 就是總之不要存東西在那裡 散了出去啊 總之你不要的東西就散了出去啦 那所以很多部門 例如Ivy啦 就是香港主義教學院 這些屬於公營機構啦 或者一些其他公營的部門 例如廉政公署啊 甚至你說九港鐵路有限公司呢 很多時候呢 即雅訂的東西呢 都會總之送給你政府啦 等你政府去賣出去呢 那就會令到 即那個我們那個叫 你要找位去 裝住這些東西的情況呢 就不需要繼續 那當然你就會說 這樣鼓吹我們這些人 即不斷地扔東西啦 但是 有東西有得扔才有新東西拿的嘛 如果你又不扔了一些舊東西 又沒得買新東西的話 你這條戲都不相信啦 是不是 不過呢 始終講過一句 這些錢呢 都是納稅人的 不是公務員其實都有納稅的 不過總之就是納稅人啦 那如果你是沒有納稅的 你就不會出那麼多聲咯 納稅那些的 就罵一下政府咯 不喜歡的 下屆政府 就不會選擇曾蔭權咯 好 今天的節目時間差不多 那我們下一節再見 拜拜 拜拜 向你誠意推薦 I read I read 是甚麼呢 I read 是一個公共出版服務 公共出版服務 主要服務非政府組織 公民社會組織 網民等等 將他們的書籍 看文 和博物等等 發成電子書 令讀者可以隨時隨地利用 iPad、iPhone 或者其他手提電子裝置 觀看電子書內容 這個就是I read 和你看普通書一樣 甚至即時連上不同 社交媒體的頻道 連結到作者網站交流心得 實行多媒體互動 你還可以download書內的相片 觀賞或者下載隨書影片 和解禁止 請請問 我 cows後 我為解禁止 簡易可以 及包圓 我為解禁止 第三次 詐體